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是白色之聲 我是白編 以下是柯文哲本週的19世紀 本週一 柯文哲市長與陳慧中討論 祝你好運 台北是希望的攤頭寶計畫 台北 is our quest of hope 小朋友是希望 而市長實踐希望 只要擠得出錢 都盡量給小孩子 我們不只要解決上一代遺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更進一步 我們要開始思考 我們能留下什麼樣的未來 給下一代 本週二 柯文哲發布重大特訓 對於選舉一試 柯文哲表示 各方人馬都很優秀 也很認真 但 能唯一支持的 只有台北市市長 最喜歡的吉祥物 熊讚Bravo 熊讚雖然不會講話 但能帶給人民歡樂 希望 請大家 在七月二十六號前 多多幫熊讚投票 讓熊讚出國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本週三 台北市長柯文哲主持 南港區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 他在會中強調 東區門戶計畫要速戰速決 既然決定要做 就一鼓作氣 趕快推動 所有公文都用最速檢處理 柯文哲要求市府團隊盡速列出 九月份要送議會的 都更優先法案 以立後續東區門戶計畫的推動 國家生技中心 預計今年底開工 瓶蓋工廠 今年底完工 流行音樂中心 半年內開幕 大方向要顧 小事也要顧 除了大建設 柯市長也承諾 要幫微停的機車組掃車位 讓民眾相當感動 有了西區門戶計畫的 大型籌備經驗 我們相信 柯市府 一定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東西兩大門戶計畫 完整呈現給台北的市民朋友 化作城市的兩支羽翼 讓光榮城市的人民 繼續感到驕傲 本週四市長會議 討論 北投溪流水深環境 劣化改善對策 觀光帶來的環境破壞 終究形成了 北投長年累計的問題 河川地保育 與觀光業的維持 我們不要二擇一 而是要二合一 致力於 滿足地方的需求 是台北市政府的第一要務 本週五的市長會議 柯文哲先生 曾會討論首都環狀縣 第五次專案報告 柯市長希望未來 可以在捷運旁 擁有無人車接駁系統 讓智慧城市的可能 最大化 但這需要包含 機電系統 工程實程 技術研發 界面統整的 困難重重的任務 但是 再怎麼難 我們也要辦 身為台灣人 永遠不怕冒險犯難 讓我們努力拼出一片一片的 願景與希望 同時 本日柯市長接下了 本應由中央負責的 中研院計畫道路議案 工程經費達8億元 中央不做 柯市長來做 就算會被環保團體成抗 就算 李明公聽會很複雜 又容易掉民調 就算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非常繁雜 但是路 人民要用 所以 台北市政府 與柯文哲 認真來做 為人民打拼 為人民奮鬥 同時 本日也為高雄人祈福 本日 高雄因好雨 道路出郡不及 導致嚴重淹水 淹水範圍包括 三明區 林雅區 鳳山區 古山區 小港區 左營區 南子區等 街友路段發生淹水現象 希望高雄一切平安 天佑高雄 天佑台灣 我是白編 以上是柯文哲本週的一週事記 我們下次再會 回到 收縫